你好,香港01,幾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想問,現在有消息說政府正在研究進行居家治療 想問兩位,其實香港疫情要去到什麼程度才會實行居家治療 其實是否現在亞博照顧病人的設備飽和沒有 還有居家治療和在亞博那裡留意兩者會有什麼分別 另外第二個問題想問,昨天也看到張君澳有中學 也有大廈相繼有確診的個案 想了解一下,現在張君澳會不會有一個苗頭爆發的情況 擔不擔心會變成葵聰邨的2.0 當區的居民要怎樣去避免有這件事發生 麻煩你 現在最近入院的人數都是大增 醫管局昨天就已經重新啟動了亞洲博冷館9號館和11號館 連同之前8號和10號館 我們現在總共在社區治療設施大概有1000張病床 公立醫院和香港感染控制中心分別有1200和800張隔離病床可以使用 另外我們也有超過600張二線隔離病床可以備用的 現在我們主力就是將病床較為穩定 或者一些已經康復中的病人 集中在社區治療設施那裏治理 希望這個方法就疼空我們醫院裏面一些病床 接收一些比較有需要的病人 我們都會監測目前的情況 如果有需要 其實我們可以再開一些社區治療設施來接收我們的病人 另外也提到現在知道社會上面 都有提出想家居隔離的建議 如果在家居隔離的政策上面有任何改變 我們醫院管局都會作出配合 但是我相信現在最首要的 除了加強了我們接收病人的能力之外 我們也鼓勵市民去打針 因為打針才是最好防禦感染的方法 我想你講張君澳可能是因為 跟那間道教園園學院有很多學生 確診都有些關係 其實不止張君澳我覺得其他地方 我們開始都看到有一些個案 或者有些不知名的個案 但是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在各區 我剛才也說了有些區份 都是有些個案 加上以前的個案其實都不少 所以大家都是要留意 我想最重要就是早些檢測 因為如果你真的懷疑自己 有些頭痛、累或者不舒服 喉嚨乾就早些去檢測 另外就算沒有不舒服 但是你都去過一些可能覺得有些高隱的地方 都要去檢測 當然保持家居環境清潔 那些人都要去檢測 那些地方是有些個案 那些人都要去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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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哪一個座向 和之前的個案其實是否有關聯 就是之前的衛生大廈也有些個案 另外就想問昨天有兩宗 即是14008和14014 其實還是代定 那個個案的分類 想問問現在是源頭不明 還是跟其他個案有關 還有土瓜環鳳兒街的病毒 其實現在是驗到是Delta還是Omicron 大約是這樣的 謝謝 其實都是一些觀察 因為可能上個星期六 可能我們都看到有兩個大的聚會 就是家裡普通的聚會 不過就是幾家的親戚 就在一家那裡吃飯 這個都很普遍的 每一隊都應該有十二三人 我們看到每一組 即是兩個群組 大概都有十名左右的人士確診 這些都是在前幾波都很普遍的 所以接下來是假期 希望大家對於這方面就小心一點 美新大廈 因為之前的都過了這麼久了 所以就應該不是太大的關係 就是14008應該是相關的個案 140014也是相關的個案 今天那些沒有源頭的個案 有些是家庭主婦 有些是在外面工作的人士 有些是小朋友 下一位 下一位 這位男士 兩位你好 明報的 首先想問回葵中村的情況 想問葵中村那個 其實可不可以給一個breakdown 就是各村分別新增幾個個案 以及總共有幾個個案 另外剛才提到源頭不明的個案 再創新高去到15分鐘 其實中村怎麼看現在的疫情呢 就是源頭不明個案 一直都有 今天還要去到15分鐘 其實社區的情況已經是非常嚴峻 1月23號的聚會 其實我只是一個比例 就是比喻 其實我們都留意到有些家庭的聚會 至於那些家庭聚會的詳細 其實已經不重要了 下一位 是源頭不明個案 源頭不明個案其實越來越多 雖然我們總個個案就好像低了 八十幾宗 但是比例上 源頭不明個案就多了 顯示其實這些傳播鏈已經是很模糊 在社區那裡 我們只是看到可能是有一些區份 或者有些屋邨 是開始有些個案 但是就不知道究竟他們是很確切的傳播鏈 不是我們平時知道那些接觸者 一起吃飯 一起聚會 那些 有可能在社區那裡都有一些蔓延 中間是有一些破斷了傳播鏈 這就顯示其實這種 Omicron或者Delta 都在社區那裡蔓延 我們只能看到中間有些個案 去看醫生或者去檢測 我們才看到 你好 東方的 不好意思 剛剛聽不到 今天初刻是否70宗個案 70多宗 70多宗 好 另外我想問一下 昨天也說到有11宗源頭不明個案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他們的職業 或者行蹤 主要是面區 有沒有去過哪些地方 或者面區 還有剛剛說到 葵聰村那邊 其實都沒有新增的一個單位 都覺得是不是都切斷了大部分的傳播鏈 其實預計 因為密切接觸者都入了旁邊 其實預計最快什麼時候會沒有確診個案 另外想問一下 會不會覺得彩雲彩虹那邊 其實黃大仙那邊都會有禁足的風險 因為那邊現在都多個案 另外想問一下 今天也知道有一位高級官員 是初步確診的 想問一下有沒有多一點詳情 可能它涉及上班那邊有多少位密切接觸者 等等 麻煩你 葵聰我們今天也沒有新增的單位 就是個案 看來大爆發的傳播鏈應該是撤除了 當然在社區還是有一些個案 就算在附近或者其他區 居民當然也有機會再感染 至於那些不明源頭的個案 他們去過哪裏 其實我們就會在強制檢測那裏寫回 我現在就很難逐個地方告訴大家 至於其他區會不會有些大爆發 或者有些特別控制措施 當然就要看那個視乎的情況 我就不會再提個別的個案 尤其是它不是爆發的話 我就很難再詳細描述每一個個案的情況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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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